上次吃完那番茄锅底配炒饭 然后好多朋友就推荐我 牛油锅底配炒饭 接着咱试一下 锅底里面多放点牛油进去 加麻加辣 锅开了 牛油那个味特别香 然后我还准备点毛肚和千层肚 然后还有一小盘乌鸡卷 我这次没准备牛肉和羊肉 然后还有几个特别大个的扇梅肉 我提前吓一下了 怕煮不熟 最后一个 必不可少的灵魂方便面 蘸料还是那几个 一个是油碟 然后还有一小碗麻将 这怎么跟奶茶似的 然后还有一小份干碟 我准备待会跟炒饭一块吃 那吃火锅怎么能少了 冰镇的北冰羊呢 刚从冰箱里打出来 太爽了 咱先把这个乌鸡卷放进去 盖在这个提前准备好的蛋炒饭上 再下点毛肚和千层肚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毛肚和千层肚 也盖在米饭上 火锅拌饭大功告成了 然后再在上面再撒一点干料 这也太香了 赶快来个这个火锅拌饭 用牛油涮的就是比番茄要香 然后再碰上这个炒饭 恰到好处啊 一定要试一下 你们去吃四川口锅的时候 来一碗米饭 把这些肉啊 太什么煮熟的 然后跟米饭一半 哇 哇真太香了 感觉我这个牛油哥多了 还挺辣 再来一口这个毛肚和千层肚 咬咬咬咬咬咬的 看我感觉我这个毛肚下腺有点长了 这毛肚搭配上干碟 然后加上油碟再配上米饭 味也不错 这太香了 最后再把这封面下去 是不是觉得今儿麻酱不会出现了 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 往上连上一圈麻酱 黏黏糊糊的麻酱封面面 哇哎呀太香了 最后不管用什么面条收尾 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你瞅这大个的扇梅肉 嗯好吃 行了就就这样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哦 拜拜 拜拜